天天天臨 主持 謝義芳 宋景輝 錢建榮 張三 明顯地獄盛 簡單一點我可以一點資料吃 中國海報公司的歷史 1928年南京看來由全國跟廣播 經歷擴戰、陷亂反共之后,去台灣 這個電台除了教育、群眾、娛樂之外 亦都是自由中國之聲 海外和大陸同胞可以聽到自由中國最新的動態 當時港澳的喬包當年是用SW的頻率 我不太清楚 什麼是SW 短波 我們用網絡而已 對我們來說是歷史 SW的頻道可以在港澳地區收到這個電台的廣播 等於我們聽香港電台傳播倫敦的新聞廣播 由大聲又小聲 永遠都不清 中國廣播公司以前對港澳兼負任務 剛才張三就說 當時有需要就會收回這兩個頻道 給有需要的機構用 當時打官司 行政法庭判政府輸了 中廣是贏了 政府不服上訴 上訴最高行政法庭再審 結果政府贏了 贏了也沒關係 當時大家都協議了 你有需要的時候可以收回兩個頻道 都沒有所謂 你都不是在上個星期五 五時 NCC NCC是一個傳訊委員會 即是香港的電訊局 管理的電訊、廣播等等 他一通過 要收回那個頻道 立即 商務公民 五時就送到中廣 告訴他們 今晚凌晨 0.00 就要停了這個頻道 那些人 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有些人說 無所謂 反正通過了 你當然可以走了 在這個表面上看 都是正常的 因為他要把這兩個頻道 交給客家委員會 和原住民委員會 這兩個 即是給他們各自一個頻道 宣揚他們客家的文化 和原住民文化 這樣都沒有問題 但問題就是 你不是這裡 譬如我今天這個音樂頻道 我接了 0.00 收了 客家頻道 立即上來 就繼續 這個頻道 繼續廣播 這樣沒問題 客家頻道 是6月才開始 原住民到8月 大佬 即是你沒有這個 急切性 需要人家馬上去停播 那 你除了這個 追殺 國民黨的一些 機構之外 我真的解釋不到 我覺得不是追殺一個羞辱式的 要你這個電台 羞辱 其實就是一直追殺 把親男的團體斬手斬腳 最後外圍 其實台灣有很多親男的人 覺得中港有時說的東西 都不是很男的 那是綠 因為傳統的軍工教 都是親男的 其實是追殺了20年了 到現在這個中港 其實由趙少康上台做董事長之後 其實完全商業化 跟這個藍營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的 是一個民營機構 是一個民營機構 罵不少 剛才姐公說到 打官司 其實這個跟當初 之前有阿扁年代 我批這個藍營機構 好像香港電台十年十年 那樣的藍營機構 批這個頻道 有需要收回的 也有需要收回 即使你亞洲電視 也是有需要收回的 每個續牌都會有個 但亞洲電視倒閉的時候 都會告訴你 我什麼時候我會停你 不是很… 還有一個緩衝期 你不是好像死囚打吧 下午簽完之後 晚上就拿去白了它 在香港或者一般的發誓社會 那一般的傳媒 其實你要見到 你是續牌 除非那個傳媒 本身是有很重大的問題 那才不續的 如果不是一般來說 即是續約就一度照續的 或者他就開些條件 你炒掉了黃毓民 那我就給你續牌 炒掉了隻經案 這個都是私下說的 但是 他文字當然不會寫出來 起碼口頭上 說你炒掉了這兩個人 我跟他們相當不續牌 但是起碼條件你知道 這次是完全無聲無息之下 NCC這個所謂電訊廣播局 這個委員會一通過 馬上五點鐘 人家屌你怎麼準備收工 他媽的 你就說通過 今晚0.00就好 停了一個頻道 即是這些那麼速 停 其實他們心理準備 但問題不是那麼粗暴 和那麼迫切 我還未能帶人去收工 那些DG回來也要收工 大佬 你說停就停 所以我們除了追殺 或者凌辱藍營的一些機構 那些東西都不是南營 那他當你呢 因為你最少少是 因為有個中國兩個字 對 中國兩個字 救國團也不是很放過 軍公教都不是什麼 軍公教都不是國民黨的 你是很大的團體來的 軍人 公務員 但這集他 他是假設你是親男 他輸了你 好像這個階級的敵人 那樣 所以 中港這樣被人停兩條頻道 是 沒得說的了 台灣裡面 其實充斥著很多很奇怪的文章 或者資訊 我看了很多 他剛才所說的有提到 但他只是不能夠全部告訴你 因為他要藉著這件事 他要說你馬英九批 他很重點放大這件事 但跟著剛才那些 他就不提了 他細節不說 他細節不說 馬英九打算停了 那現在財政公司有什麼所謂 剛才我們也說過 如果以前說要停 一定要交出來的頻道 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不是覺得 你不可以給別人的 不是 這個不要緊 是合法去做的 OK的 但並不是 你現在有一個粗暴的手法 說停就停 但這件事 你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你合不合法呢 你問政府這樣做 是否合法呢 合法 依法 這一個 他有權收 NCC大了 譬如現在亞視 政府要他倒閉 政府有權益 那是否隨時 無事 麻煩你明天倒閉 你NCC一屆都給了時間 那你說 你是有重大問題 你才要求 譬如我剛才說 收回頻道 有需要收回頻道 交給他 喂 是很大的道理 你簽約一定會有的 現在這個 原住民委員會 和客家委員會 就需要兩條頻道 現在就看中你這兩個頻道 現在NCC決定 這兩個頻道 交給客家委員會 和原住民委員會 尤其是幾月幾日 凌晨 一個月之後 他們來接管 你們很準備 我覺得都合理 雖然心裏都會吵 追殺我們 但這是一個合理時間裏 大家都服輸 這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這樣的需要收回 大氣電 這個不理他 你會不會在內 抽兩個頻道出來 但這個至少 至少 他都叫做 我給你時間 現在 那些DJ 或者頻道 就覺得 你連時間都不給我 你給時間都不對 除非你證實到 現在不是說對不對 我們說手法做得好 不要看 手法的問題 你現在是不是沒有頻道 都說不講 會有頻道 這個要講的 都要有入座的 要講的 政府就算批給阿士亞無線 都是的 他是寫我有權要求 你停播的 他一定寫的 我寫的 是不是這樣用 我知道 有問題 我們先將這個 所謂頻譜 需不需要 擺開它 現在你是做得很夠肉酸 我現在講的肉酸 有一個說話 國家不要你即時解散 已經是一個人詞 你這個政府 中南部那些 非法電台 地下電台 那些洗腎 補藥黨 叫做洗腎電台 原來那些地下電台 專賣一些假藥 最後那些人吃完之後 就要洗腎 原來很多人洗完腎 要需要洗腎 就是聽到地下電台買這些 很多人不知道 台灣是全世界 洗腎率最高的 也都是洗腎最方便的地方 沒有啊 有很多人知道 所以一般來說 他叫地下電台 叫洗腎電台 你聽完他吃 買那些補藥 吃完就要洗腎 混蛋 這些你又不去管制 你又管制一個合法經驗的電台 因為地下電台 很多都是用它來錄影 去宣傳它錄影的一些 造謠生事 就是靠這些台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 其實現在你是執政黨 你現在是斯文人 你不是野人 但是他竟然把野人的手法 放在執政黨裡面 那些夜媽媽偷襲掌公同將 夜媽媽去鋸 國父的頭下 這些野埋行為 他就放在執政的時候 就是這樣 五點多就通知你 我趕快就鋸你的頭 即是即時就鋸你的頭 即是漏夜拆了你的帳 就這樣 即是去突襲這個 中國港武公司 你又見到這件事情 這幫人的手法 其實他只不過 將他自己的野蠻行為 在街上鋸上公帳的野蠻行為 放在國家行為裡面 你見到多麼有趣 我們講完這件 我們講下一件 這件更好笑 孔子躺著有中槍 智聖先師就不准用 在故宮有一個展覽 打算用智聖先師孔子 一個書畫展 不准用 智聖先師這幾個字不准用 孔子可以了 因為孔子是中國人 我們台灣人 怎麼承受中國人的東西才行 這個 都算了 其實已經很好笑 搞完了 就搞淚 都算了 好了 搞媽祖 真是含媽的 媽祖 他說這個是國民黨的統戰 你們仆街了 西貢街天后被拆夠了 大甲媽祖去梅州 請神 組團去福建梅州 請神的時候 說這些根本就被大陸統戰 統戰行為 你要想一下 大陸經過文革之後 那些傳統的儀式是沒有全的 大陸是需要來台灣 找回一些儀式 去找台灣的一些 媽祖廟的人 去台灣 去梅州 或者去大陸 去教他們這套儀式 尋找回這套儀式 等於山東曲浮濟 要來台灣裡面學習 老實說 那些經濟活動 沒有誰捅誰 你去那裡 他又賺錢 你過來又賺錢 你說到這些宗教問題 都是一個統戰 國民黨是帶來的帝王術 所以 什麼時候搞張天師 應該張天師很快搞的 其實在台灣 在清朝的時候 在明朝 台灣已經有馬祖廟 一直去到清朝 清朝就更加多 因為明朝不知建了幾間 來到清朝的時候 兩百多間 天后是什麼時候 天后其實在清朝 康熙 平台有功 不是康熙 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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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裏發表 內容農場是在其他地方抄 那裏在BOOSTORANGE發表的 不是BOOSTORANGE是轉貼這個女人的東西 他寫說孖祖其實都是外來人 外來政權為了統治方面 統治台灣 是搞出來的 引起了數字的名字 明朝皇帝 清朝皇帝 然後國民黨結好勢好勇 又再興建天樂宮 搞很多東西 然後不知為何 有些網路傳來傳去 斷掌取義 他亦都不想是真還是假 沒有的 不需要 他真的沒有真假的東西 他就是中國化 你動得孖祖 我真的很想問 你大部份很多叫做本土的 本土的台灣人 敏南人 本土的敏南人 很多來自漳州 泉州 開張聖王就是漳州你們拜的聖王 開張聖王是不是你們帶過來的 那是不是要遷走他呢 三山國王是不是要遷走他呢 他們很有趣的 他們認為自己現在是台灣原住民 我們不是敏南人 我們全部都是原住民 我們是拜那些什麼山靈 祖靈 那你就拜山靈 你不是拜祂的祥新天嗎 可以的 但問題那些都是敏南人 敏南人說自己是原住民 但我們不是拜天后的 我們說這件事 因為這個月是天后彈 天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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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3 農曆 3月23 就是天后彈 香港都很重視的 因為香港以前是沿海 這件事其實在台灣一定是炒不起的 但在網上有人傳 傳出來的分享的那些 其實真的麻煩你用一下腦 其實天后彈 林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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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到後來他在海上遇難之後 那個遺體都是葬在現在叫做台中華民國的境內 他在北桓 馬祖 就是叫馬祖 葬在馬祖 那你想想 你怎麼會外來政權呢 連遺體都還在你們那裡 總之一件事 因為是中國人 你在台灣找到一個政府興建的媽祖廟出來 因為所有 以前在清朝明朝 其實有些廟是官辦的 官廟來的 有些是民廟 一直到民國之後 基本上所有的廟都是民廟 清朝都有 但有些民國其實已經不會有官廟了 全部都是民間建的 民間自己自發的 那你說他是國民黨帶來的一些宗教 那真的很難說 還有他現在移動的是馬祖 馬祖在台灣的地位 絕對比你什麼黨都要高的 還有 馬祖顯靈叫你投什麼票 還有 當時陳菊被你叫做高雄的媽祖婆 即是外來政權 蔡英文去投籤的時候 他也是叫媽祖婆 台灣媽祖婆 越升越高 由高雄媽祖婆變成台灣媽祖婆 那現在你執政了 媽祖婆突然變成中國人 那朱元璋自己是名教 一定是小眠名教 真是很奇怪 說到這裡 其實也有個挺好玩的地方 在上個月在台灣大家媽祖 巡遊 巡遊的 妖境的 去到很遠的 漿化那些 很遠的 整個中部 對 整個中部鬥完回來的 對 鬥完回來的 對 鬥完之後有個教會 就出來鬥起那些什麼教會的公佈 對 記得 就要一個大祈禱 對 我們有個祈禱 我們這些地方就被污染了 為什麼被污染了 被這些邪神 驚惱 即是拗堂 對 媽祖婆在那邊地區來說 其實不是我們香港人可以想像得到 但是香港的實力都很高 你不及台灣的 那個你想像 台灣的媽祖是比香港還要厲害的 因為全台灣媽祖廟可能多的 那時候在立法會的年代 再組兩屆 在立法院裡面大家經常打來打去 有兩個人永遠沒有人敢動的 一個姓蔡福佐 那些是什麼大哥來的 天道文 另一個姓顏的 文青嬌 對 就是大革 什麼功啊 沒那麼大革 這個信徒更多 沒有人敢動他這兩個 你動他就是媽祖軒 一個夠神聖 我又想問一下 台灣有沒有一些拜日本的神 應該有的 其實如果大家想看台灣的類似日本神廟 但有中國色彩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台北那個 花博那個叫什麼名字 那個叫做 台北花博的時候的劍潭站 那裡有一間廟是日本時期開的 它就是屬於 禪宗的這個 我不記得曹洞宗還是什麼 但是它那個中派是由日本傳過來的 當然是中國傳的禪宗去了日本 但是日本帶了去台灣 當然 它建的那間廟是很有日本色彩的 還有還有一個位置有拜 林濟宗 拜日本人 但是整間廟很有日本色彩 也是整間木的建築 很漂亮的 但是現在當然做了 現在它裡面已經不像日本的神社 不是神社 那間廟的建築是很日本的 大家可以進去感受到日本的感覺 還有它有幾條柱 都是日本人的那些 林濟宗第幾代什麼什麼的柱 它是很日本的感覺 其實 但是很中國的 因為日本佛教是來自中國的 那個可以看一下 就是日本的那個當地傳統的宗教 就好像在台灣 就取神社 神社屬於 那神道教 那其他應該沒有什麼 神道教如果是 什麼就是什麼 因為你佛教始終都不是日本本土 有一個就是它日本的東脈去了台灣 高野山的東脈就去了那裡 前傾問來做什麼 為什麼 因為整個過程 它動孔子也好 動孔子也好 其實它是一個中國化的 全面去中國化 全面去中國化 除了政權方面之外 接著就是文化方面 其實你去之後 要下一步 填什麼進去 就是神社 填日本人的東西 這個就是台中市 之前林佳龍已經說過 廢孔廟 廢孔廟是做什麼 就恢復神社 其實這個恐怖的地方就是 我上一次也說過 有些人說 林佳龍就說 這個本來就是一個日本的神社 你國民黨來了之後 就改了孔廟 把孔子硬硬押給我們 有人一查到孔廟的歷史 沒錯 國民黨來到之後 的確是把日本神社 改成孔廟 但是在日本神社之前 都是孔廟啊 大哥 不是不是 那個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 他在現階段 把台灣 慢慢日本化 是 但是我很想知道 其實我很想想 這班人 譬如郎佳龍這些人 他們這個去中國化 就能見到 是 有另一件事 就是 鎮Sir說 他會想植入一些日本的東西 他是真心信仰 要植入下去 還是意識形態 我植入這件事 你們國民黨難民就不舒服 我就happy 我覺得這件事佔大多數 最主要就是 我不論用什麼手法 我總之去中國化 好像 在前日 有一個八田 即那個 雲二一 雲二一 雲二一起水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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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的銅像就被 其實現在有一個出來自首 那是一個前 塔北市議員 姓李的 他被破壞 就是出來自首 那今天呢 有一個叫做蔡丁貴 這個 就是我們現在執政黨的黨員 其實有些身份 他就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做 這個八田 是我們台灣的民族英雄 就是大家 台灣的民族英雄 但是他是日本人 其實這樣說 台灣的歷史裡面 日本人也有一部份 所以他是一個 台灣的英雄 其實是沒有什麼所謂 但我覺得最爽的地方就是 替人頭者 人亦替資 即原本 其實大家 藍營或者一些 對憎恨綠營的人 是找不到一個角色 或一個圖騰 去救他們 會不舒服的 終於找到了 你說這個民族英雄 其實台灣的英雄 台灣人的英雄 可以說 你民族英雄 或者對台灣 對台灣他是一個 台灣英雄 你民族英雄 你先提起 他是不是跟你一個民族 日本人不認你是同一個民族 但他不是這樣想的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 我看過一些很台獨的人 怎樣台獨的人 他自己是台灣人 他去了日本讀書 最後進入日本籍 當自己是日本人 其實他寫的書 是很讀的 讀到什麼 他甚至覺得台灣人 是日本人的後裔 他覺得是他的 即是那些延伸 如果他就繼續 紫又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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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差不多 這一類人 有二百多萬人 但是你在蔣介石威權時代 他的教育文化 這個語言 剛才 張深提到八直琴 這個人建一個水座 就會變成民族英雄 蒋介石來台灣 就・・你要救他 所以他是水神 那 projet獨? 拜拜 感谢观看